过年煨炉上好味道一一上桌 年菜丰富又多样 难免会将过量热量持狭度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医院区营养团队 以健康饮食概念提出均衡营养的九道年菜 也开发出将剩余食材制作成凉拌鲜酥鸡肉沙拉 与民众同向健康又好吃的煨炉菜色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萝卜糕去替换我们的 像说像我们平常吃我们会吃白饭 那我们可以用萝卜糕的方式来去做代换的方式 那像我们四分之一碗的白饭 可能就相当于一块的萝卜糕 那我们可以再可以看到的是说 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少油少盐这个的概念 像我们通常我们看到我们的年菜 无不害乎就是像说一个大的一个那种三层肉的腿裤 类似像这样子的料理的方式 那或者是说像说是香肠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像说这种三层肉 或者是香肠 那我们可以利用像我们自己再替换像我们的年菜 这次也有推出像说用鱼的概念 年轻人不要忘了还持续有运动的习惯 那避免就是说我们摄取过多热量 又减少了运动的一个情况 那改变了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状况 依据卫福部健康署每日饮食指南 营养团队也特别推出干贝香菇会食酥 和松子紫山药卤筍丁 助摄取蔬菜类 饭后点心则可以来点乳液橘子 平安苹果 心想是橙柳橙 都是具有年节氛围又健康的食物 避免民众团圆却失了健康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